范贤平静地在府中看着这幕大戏的进展 只要宫中指昏的旨意一天不入府 他便有时间多看看 靖王爷虽然久不问世 但身份地位在这里 陛下总要忌惮一下自己兄弟的情绪 过了些时 京都里的局势平静了许多 宫里与范贤靖王府还在拔河 贺宗伟自己倒是没有表现出什么态度 范贤从宫里获得的第一手消息是 陛下已经当面对他提出了这门婚事 这位贺大人宠辱不惊 只是平静谢恩表示愿意 范家小姐的婚事虽然影响极大 但毕竟影响不到朝廷的运行 问题在于这门婚事的背后 陛下的意思 以及日后庆国朝廷两院之间的和谐发展 才时关紧要 更有敏锐的人察觉到 陛下与范贤之间的角力 不仅仅是颜面上的问题这般简单 更是君臣之间的一次压迫与反压迫 这世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便是西风压倒东风 皇帝陛下如今便是在试探着吹东风 不料却错误地雷响了敬王爷这家老战骨 已入冬时 寒冷的空气似要凝结了一半 却又被民宅之中的火炉气息烤得松动了一些 就在由冰冷的西风和万家火炉的暖意交杂中 留在青州养伤的王十三郎与叶灵儿 终于回到了京都 叶灵儿因为当年二皇子的服毒自尽 始终对于自己的父亲大人未能完全释怀 所以只是送了一封信回叶府 便住进了范府之中 与临婉儿为伴 范贤只得亲自去书密院通知了叶仲一声 这位如今庆国军方第一人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黯然长叹一声 拍了拍范贤的肩膀 没有更多的表示 叶仲知道女儿住在范府 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但想到最近范若若的婚事 却是忍不住问了范贤两身 他身为书密院政使 也不明白陛下 为什么一定要范贤丢脸 也不明白范贤 为什么要一直硬扛着 在他看来 贺大人已入门下中枢 倒是配得起范若若 只要范贤点个头 进王府那边找不着理由再闹 一切事情就会变得顺当起来 看来所有人都知道皇帝的执着 却都忽略了范贤的执着 范贤这一世不想做的事情 还没有人能逼他做的 即便皇帝也是如此 范贤没有和叶仲解释 只是笑了两声 便离开了树密院 他没有回府 而是坐上马车 向着太学的方向驶去 妻子和叶灵二那丫头 正在府里说八卦 他却要去看八卦 叶灵二和王十三郎已经回京 红城当然也回来了 晋王爷这座破绽谷 快要被陛下雷破 他必须亲自出马 烧着一把火去 马车行至东川路口 便停了下来 范贤上了离书局不远处的 一间酒楼 要了几样小菜 一边慢慢吃 一边往书局方向看去 淡博书局的对面 便是有间医馆 名字是范贤亲自取的 字是由书武写的 范家小姐主持的医馆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便在整个京都 获得了极大的好评 范若若本身医术精湛 收费又极其低廉 也不论病人贵贱 只是排号问诊抓药 不多时便博得了 京都平民百姓的交口称赞 此时将至牧师 医馆门口的寒风中 依然排着长队 林婉儿从范府派过来的 德丽家丁 正在馆外维持着秩序 分发着热汤 一切的细节 都照顾得极为周全 范贤眯着眼睛看着那处 果然看到了那位 面色微黑的官员 不是贺宗伟还是谁 受到了宫里的压力 他不可能见贺宗伟一面 便打对方一次 而且他发现贺宗伟此人果然聪明 居然知道谁说话都是假的 只有范家小姐自己点头才是真的 最近这些天 贺宗伟下朝之后 竟是都会来医馆向范若若问好 然后才会回家 庆国男女之房 并不像北齐那般严苛 加上范若若本来当街行医 就不可能顾及那么多 所以贺宗伟一礼相见 竟是谁也无法阻拦 如今这已经成为了京都众人皆知的消息 已然传承了一段佳话一般 范贤的目力极好 看清楚了妹妹在问诊之余 偶尔也会和贺宗伟说上两句话 对于这点他也并不意外 因为早在五年前的一时居处 他便知道妹妹与贺宗伟实德 应该是晋王府师会时认识的 那个时候范家小姐乃是京都才女 贺宗伟是京都才子 二人自然相识 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想到这些年来 京都里所有人的变化 不禁有些心神异痒 当年的贺宗伟 傲气未脱 脸黑如炭 便是想拍自己的马屁 也显得那样不自然 所以完全不在范贤的眼中 没料到几年过去 此人竟然一喜精神 变得如此沉稳 骨子里或许还是有几分傲益 但是行起事来 却是一丝傲气也无 成熟之快实在令人瞠目结舍 难怪此人在自己的刻意诋毁之下 依然获得了朝中大部分官员的支持 以及宫中那位的喜爱 范贤坐在酒楼上冷眼看着 便是要看看这位贺宗伟到底有没有能耐 在自己与皇帝老子的决力中突发骑兵解决这个僵局 便在此时 一骑自街内头飞奔而来 范贤放下酒杯 眯眼一笑 心想自己的骑兵终于到 静王世子李鸿成回京述职 刚刚从宫里出来 没有回王府 身上甲骤未去 连一个亲兵也未带 便问明了医馆所在 单枪匹马来到了医馆之外 范贤在酒楼上远远看着 见着李鸿成下马与贺宗伟平静见礼 又与弱弱说了几句什么 距离太远 不知道说话的内容 但可以看得出来 妹妹的神情倒是有几分见着故人的喜悦 但紧接着 不知道李鸿成说了什么 竟是与范弱弱争执了起来 范贤心头一紧 伸出了半个脑袋 他对妹妹的冰雪性情十分了解 心想 李鸿成这猪头 莫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把妹妹搞得得罪了 便在此时 贺宗伟似乎上前解释了几句 李鸿成此时却是看也不看他一眼 直接吩咐范府的家丁 把医馆的门关了 然后在范弱弱微怒的眼光中 极为蛮不讲理的把他抓了起来 压到了马上 得得马蹄声中 出使回京的靖王世子 就这样抓着范家小姐上了马 然后往着范府的方向驶去 留下了一阶脱落的下巴 那时节还没有眼镜 看着这一幕 范贤不禁傻了眼 脸色十分难看 心想李鸿成这小子硬是要的 几年前还只知道看师会办文雅炮风鼓 如今在定州打仗三年 竟是会玩霸王这套了 范府的家丁以及医馆的仆役 还有等着看病的病人们也傻了眼 只是这些范府家丁 当然知晓最近发生了什么 靖王府最近在闹什么 范府与靖王府关系太好 这些人便当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一幕 而最傻眼的 当然还是那位一直保持着风度与气度的 贺宗伟大人 医馆闭门 人们渐渐散去 贺大人单身孤影 站在医馆门口看着街头发症 他是不敢去范府的 因为生怕范贤真的打自己 所以便只能自己无助地看着 这一幕看上去 实在是凄凉到了极点 但是你说的黄金 这一幕看着 也不是这一幕看着 里面的 55秒 5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